你好 今天说说现在国内的疫情维稳解封 高层不再背锅 地方政府各自为战 反复无常现在进入这个阶段了 因为现在来说 疫情防控这件事儿 包括动态清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这个事儿在习近平身上 包括中央政府的这身上压力太大 因为现在明显的表现出政权的稳定性已经出现动摇 已经出现这种风险了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苗头 赶快要想办法对策 现在能看到的做法就是 向地方政府背锅 让地方政府去承担责任 我们中央不再提了 因为这里面包括大学生抗议、白纸革命 以及上海的市民在乌鲁木齐中路抗议的时候 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这个东西是把上层给吓坏了 因为是你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 你在那自己强调都是你指挥你干的 那么这个账就算在你头上 大家就去抗议 那么高层怎么办呢? 一定是中央有智囊团 有这些重要的狗头军师就站出来 咱们把这锅被甩给地方 咱们不能扛着 咱们扛着出现问题 老百姓上街骂共产党、骂习近平 这不行 你得让他骂地方政府去 让他在地方级别去抗议 所以咱们不要再扛动态清零大旗了 所以现在就在扭转这个方向 另外从维稳的动作上看 一个最明确的动作就是大学生回家 其实让大学生提前放假回家 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维稳动作和措施 因为大学生这个群体太可怕了 太吓人了 大学生在任何国家 都是这种积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 用心良好、用心良苦的一代 在哪儿都是政治正确 所以大学生的诉求 特别能够引起社会的呼吁 以及国内和国际上的关注 所以现在一定不能让他们聚蹲 不能让他们聚集 所以赶快让他们放假 今天我看见是武汉大学吧 好像还是哪个大学 也在抗议 为什么呢 就是学校让他们回家 他们觉得不能回家 课程没完呢 就是说这个要科学决策 这个那个也因为让他们回家 也产生了抗议 所以呢 大学生群体确实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这个白纸革命 这次就是确实年轻人 大学生这功不可没 他们做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那么这个是从维稳的角度 把这个解封 把这个包袱和这个大旗扔掉 让地方政府去背锅 那么这是其中的地方政府 是一个背锅侠 就是说退出动态清零 这种趋势 地方政府可以去背锅 让地方去给皇上舔钉 你皇上弄一裤子使怎么办 地方这些舔局高手们 你们来舔 你们给舔干净就完了 何必我们皇上担着这事呢 所以摔给地方政府 另外一个背锅侠比较明确的 就是现在的核酸公司 它创造了一种民间的怨气爆发的一个出口 就是核酸公司 揭露什么核酸公司这个乱象 那个乱象 其实这种乱象不是今天就有的 一直就有 只是媒体和中宣部不愿意报 想报的话 一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 本身你这个核酸检测就不透明 你的结果是哪做出来的 怎么个结果出来的 到底是谁哪个公司做的 前后来龙去脉怎么回事 根本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这里面一定是巨大的黑洞 所以现在把这些个别能拎的出来的 拎出来 给大家喷一喷当靶子 所以呢 这也算是一块背锅匣 当然呢 有很多外界的传闻 说核酸公司里面有这个家族 那个家族 现在咱们也看不到 我估计肯定会有 因为你一般公司能干了这事 没有关系 你能干核酸检测 这发大财的事 但是这种发大财 现在其实来说 好多我看到的消息 是挣了个数字 没挣着钱 因为地方政府没有钱 你做不做 反正没有钱付给你 没法结账 我是欠你多少个亿 但是我现在没有钱 结不了账 所以他们挣了个数字 那么 所以说从现在来说 高层找到了两块 基本上两大块 一个地方政府 一个合作公司 一个是从政府层面 地区 另外一个从执行层面 合作公司 找着这两大块背锅匣 让他们背锅就完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疫情管控 从中央媒体上 这个甩锅和舆论的方向 能看得出来 就是不再提什么 这个疫情方面的事了 改方向了 不提了 你比如说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今天的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的 人民网的首页 就没有任何跟疫情有关的消息 今天人民网的首页 就是什么江泽民的这个事 怀念江泽民同志 然后神州14号载人飞船 再下边一条什么 轻工业企业实现增长9.8% 然后稳就业促创业 筑企业 一笔笔民生资金 怎么怎么样 然后下边奋斗精神如何如何说 前十几条 门户人民网的前十条新闻 可能跟疫情都无关 有一个河北的有 全力做好保共工作 就河北省树了一个典型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民生要保住 等等 表扬了一下 那么从这个中央级别的这些媒体 这个风向就能看得出来 现在改了 改说经济了 你看这个他现在强调 稳就业促创业 住企业 开始干这事 就因为经济不行了 所以不要再强调这个疫情 疫情他自己背着这个大包袱 老百姓上街 就直接让共产党下台 他受不了 所以他可以让地方政府 你地方政府来 所以呢 现在就出现了一些各地的乱象 地方政府在反复无常的拉抽屉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这肯定会出现 比如现在合肥 我今天看这个凤凰网上 合肥出现一个消息 合肥要求 合肥日报说坚持人民至上 防控寸步不障 然后说这个疫情全力防输入 然后做好什么核酸检测 各路口严防死守 什么水路码头必须落地检 这个那个的 还挺严 还挺严 所以呢 他们那疫情看来是没完事 然后呢 这个山东呢 说山东不仅取消了公共核酸检测 说连健康码也不查了 然后呢 这个杭州也说 杭州也不看健康码了 也不看也不做核酸了 和这个杭州就全开放了啊 呃 所以各地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今天呢 我又看到这个北京啊 北京 呃 我今天下午在这个推特上看到啊 就是北京有好多区 今天又开始重新48小时的核酸 这个阴性证明 还有很多很多核酸厅又重新开了 为什么呢 就当时说把核酸的这检测都撤掉 但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办公楼卡脖子的问题 就是你是不做核酸了 但是办公楼不认不让你进 你没有核酸 我怎么能让你进去嘛 其实呢 就说明在管控的这方面呢 责任他没有解套啊 就是这些责任主体还背着锅呢 就是你这个鞋子楼 那个医院 这个商场 那个地铁站 你都还扛着这个责任呢 你这责任没解套 所以你说你们不做核酸 那你没有这个证明 你就不能上车 你就不能进楼 我就不能让你进啊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责任的套子 我背着呢 除非你不进来啊 所以呢 他的这种这个这个核酸检测 不需要做了的话 又引起了很大的副作用 所以今天呢 这北京朝阳又重新开了 又列出来几百个网点啊 又重新开始可以测了啊 所以呢 就是典型的在那拉抽屉啊 就在这拉抽屉 当然 现在呢 能看得出来呢 就是他的这个疫情防控这件事呢 已经在踩刹车了 已经踩刹车了 但是呢 惯性太足 所以呢 惯性太强的话 你就得这车得慢慢慢慢的下来啊 而且现在其实确实是在一个高发阶段啊 就这个季节奥米克戎在国内没有抗体 很多人成年人没有抗体的情况下 就会大面积的传染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就是无症状还没事啊 但是你有了症状也是他害怕的 他怕真的破防啊 所以呢 现在来说呢 应该是 我猜测啊 我估计是给各地方政府不许破防啊 不许这个这个爆发 但是呢 我在中央层面呢 我也不跟你呼应啊 你们自己去干你自己的 各自为战啊 这个反复常就出现在各地了啊 中央呢也不给你站脚入围了 之前呢 中央还亲自不守护 亲自指挥啊 动态清零 什么毫不动摇 总方针这个那个 中央这大膝扛着 这圣旨举着啊 所以下边也好干啊 所以那大白呢 理直气壮 但是现在呢 就变成各地自己去背锅了 所以呢 各地一定会出现很多的乱象啊 因为各地的疫情不一样 而且今天的这个 昨天吧 昨天的这个光明日报啊 发布了一个文章啊 其实呢 也是最新的口分 它的题目叫 因时因事优化防控措施 然后这个文章里 哇哇哇说一大堆啊 其中有一句呢 就说 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要因时因事加强研判 因时因地优化措施 让防控工作更精准更有效更符合说一大堆 然后目前广州深圳重庆等地分别做出相关部署 强调按照什么 其实呢 这就是已经啊 把这个这个包袱呢 甩给地方了 你们自己去扛啊 但是责任你们还得背 你不许破防啊 但是你这地方要闹事也不行 所以现在等于就是不能 他惧怕老百姓上街喊共产党下台 你不能喊这个啊 你不能 因为之前他背着这个亲自部署呢 所以这个责任他背着呢 但是现在呢 他把这个抛掉了啊 就是我们总的趋势和各个门户网站的这个风向上都是在放松 包括今天还有高福的一个报道啊 中科院院是这个这个卫健委的专家啊 高福说他们的团队呢 研发了一款名为HY3000鼻喷雾剂的抗新冠多态药物啊 这个药物呢 是喷剂啊 鼻子的喷剂 然后呢 已经做开始进入二期的临床实验 然后呢 效果非常理想啊 临床实验这个合格之后呢 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所以呢 他把这种消息往外放呢 其实也是给民间的一种吹风 告诉你们 哎这个情况现在好转我们药物研发出来了啊 今天呢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最近这两天啊 就是说这个 卫健委在讨论啊 这现在的新冠病毒疫情 是不是可以降为乙类传染病啊 就是把这个风险给它降低了啊 风险降低这一块呢 到底能不能做到呢 还要看疫情的发展和病毒的变异的情况 其实也是吹风啊 也是向大家传播啊 告诉你们 我们在放松的这个趋势 大趋势大方向大宣传 都是往这个疫情防控方面走 但是各地呢 还背着锅 还卡着脖子呢 所以呢 现在还是会比较乱啊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央不想背锅了啊 高层要把这锅甩下去啊 你们下面地方给我舔干净啊 你们给我背着这个啊 你们得完成这任务啊 出问题还得问责你们 但是我现在不给你们背书了啊 不给你们站脚周围了 你们各自为战吧啊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但是我觉得呢 这种形式啊可能还得再乱一阵啊 大概我估计可能春节前啊 春节前我相信就是一线城市可能会好一些啊 因为呢毕竟一线城市的这种维稳的成本太大 维稳的风险太大 因为你北京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一上街游行抗议 这是中央受不了 比如说安徽啊小村小镇啊 西北的小小城市啊闹一闹 他无所谓 他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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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定啊 他不怕 所以呢 他把这些一线城市有国际影响力的 这个风险比较大的这个这个城市呢 他给放松啊 创造一种这个风向 就感觉啊疫情放放松了啊 另外还就是让大学生回家啊 所以我觉得大概春节前啊 应该会有一个好转 应该会有好转 因为现在这个病毒传染很快 现在是12月初 那么在春节前呢 估计一线城市的人都感染的差不多了啊 可能到有一个小爆发啊 但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二三月份啊 就跟原来华尔街日报啊 他们预测的三月份会全面开放 全面正常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主要是经济啊 经济不行了 你看人民日报人民网 现在头一条就是 户就业 户创业 住企业啊 一笔笔民生资金 直达送达 他就是经济不行了 所以他现在要马上转方向 赶快恢复经济 而且人民网的这个 基本上这个头一个版面的主要新闻里头 都没有提到疫情的事啊 都是各地的 什么是这个经济怎么回事啊 中国空间站如何如何呀 浙江宁波全力保障中年企业了 什么黄河流域治理 水土流失啊等等 这些跟疫情无关的事儿 他就是转向了啊 就中央不背锅了 你们地方来吧 大致就是这个方向啊 但是还得可能乱一阵 好吧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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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